都说人不可貌相 有人看上去一脸忠厚 却最有诚服 有人看似轻跳爱开玩笑 却最重情义 而在娱乐圈 人更是有多面性 以青春人设走红荧幕 成为众多影迷心中的青春女 但在生活中 她们在面对感情时 情史劲爆又疯狂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盘点那些 人前青春女 人后却疯狂的女星吧 第一位刘晓庆 刘晓庆是80年代的电影传奇 直到现在年近七旬的她 依然独立朝头 屹立不倒 可以说刘晓庆当年有多红 她的情史就有多劲爆 在出演电影《原野中的花金子》之前 刘晓庆在荧幕上所扮演的 一直都是未婚姑娘的形象 在观众眼中 也确立了青春少女的认设 无论是春歌中的春芝 还是小花中的何翠姑 还是婚礼中的盛米 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实际上24岁 刘晓庆就已经有了第一份婚姻 对方是来自北京某乐团的 小提琴手王丽 刘晓庆坦言与王丽结婚 更多的是为了得到北京户口 所以1982年 当她去长营场拍摄《心灵深处》时 立刻就被相貌英俊 缓间细腰的合作者 陈国军给吸引了 她不顾陈国军有家室有孩子 在荷尔蒙爆棚的情况下 与陈国军双宿双飞 最终陈国军完全败倒在 刘晓庆的十六群下 不惜与自己温柔显淑的妻子离婚 也要和刘晓庆私奔 刘晓庆通过电影《小花》 营造出来的清纯人设 也瞬间坍塌 但刘晓庆是真的爱陈国军吗 在见到多才多艺的姜文之后 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或许刘晓庆和姜文是真的惺惺相惜 他们一同躲过了陈国军的桌间 又在对方最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但最后却并没真正地走在一起 刘晓庆又先后与旅法作家雅丁 演员五位国阿峰等产生感情纠葛 但都不长久 最终都已分手告终 刘晓庆最终在五十多岁时 寻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归宿 那就是家具大王王小玉 至此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似乎才平静了下来 第二位陈冲 其实说到清纯二字 观众首先想到的不是刘晓庆 而是陈冲 1979年电影《小花》上映 全国观众都被其中那个 满脸青春眼含热泪 在解放军队伍中寻找哥哥的赵小花感动到了 在陈冲情斗初开的时候 他在小花剧组遇到了 纯红齿白的唐国强 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 令陈冲心生好感 陈冲曾在一次采访中坦言 当年特别喜欢唐国强 但因为休憩 所以没敢告诉对方 拍完《小花》没多久 陈冲就去了美国 在好莱坞认识了担任武打设计的柳青后 两人很快就结为了夫妻 1987年 陈冲在贝尔纳多 贝尔多鲁奇指导的电影《末代皇帝》中 出演女主角宛容一角 这部电影不仅使得陈冲登上了国际舞台 而且还认识了在片中扮演男主角的尊龙 两人在拍摄《末代皇帝》期间 还闹出了不大不小的绯闻 这让柳青恼怒 最终和陈冲离了婚 1991年 陈冲与彼得结识 两人认识不到几个月 便举办了婚礼 陈冲最初登上荧幕 扮演的都是青春可爱的乖乖女 但后来随着他细路的拓展 他的表演愈发豪放 在《幼森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电影中 都有很奔放的表现 两人结婚到现在 已经携手走过30年 60岁的陈冲 也迎来了他人生的金秋时节 第三位 李小璐 李小璐出身名门 父亲李丹宁是拔衣场的演员和导演 而母亲张伟欣 则是80年代著名女星 17岁时 李小璐凭借天玉拿下金马奖影后 导演陈冲曾说 之所以选择李小璐 就是因为他看上去很清纯 我见游联 但让观众失望的是 出名之后 李小璐没将心思放在演技的钻研上 反而研究男人比较多 2002年出演《十三格格》时 李小璐认识了李晨 并很快坠入爱河 两人属于一见钟情 或许为了证明琴笔金奸 李晨还在自己的大腿上纹了一个路子 之后 李小璐又与韩庚 普拔甲等男星都传出过绯闻 直到在贾乃亮 切而不舍的追求下 李小璐答应了他的求婚 正当大众以为 李小璐从此收心回归家庭时 却又传出他出轨PJ1的消息 让众多网友打蝶眼镜 此后李小璐曾多次尝试付出 可名声已经变得非常糟糕 基本付出无望 第四名徐静蕾 1994年一部叫不羁的青春的电影 悄然上映 20岁的徐静蕾在其中扮演女主角 其青春的形象 令很多男生怦然心动 然而其沉浸如水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一颗躁动的心 徐静蕾曾直言 自己从19岁开始 身边就没缺过男人 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作家王硕 他曾大摇大摆地 介入王硕的婚姻 并对王硕的妻子 沈叙佳说 我都已经在你家自由出入了 你就把他让给我吧 徐静蕾虽然长得不算特别漂亮 但王硕这个见惯风月的人 还是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他不仅亲自把徐静蕾捧成文艺片女神 而且还直言 死后自己的钱全部都给徐静蕾 其实不仅王硕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就连许多音乐人都非常欣赏他 比如高晓松 三宝 张亚东等 都对他夸赞不已 2004年 徐静蕾在指导和主演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期间 雨在片中出演男二号的黄爵擦出火花 两人俨然一对情侣 不仅出双入队 还多次被拍到约会 可正当大众以为他们会步入婚姻时 却传来黄爵结婚的消息 新娘并不是徐静蕾 此后徐静蕾又与王学斌 韩寒等传出过绯闻 真假莫辩 直到2010年 在拍摄《杜拉拉生殖记》时 徐静蕾遇到了黄利行 两人假戏真做 爱得火热 也许对于徐静蕾来说 只要两人相爱就足够了 第五位 张博芝 2021年张博芝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的录制 再一次在节目中展示了自己的美貌和努力 却没能再度翻红 而她的清纯人设也在时间的流逝下早已破裂 其实观众永远也忘不了张博芝出上荧幕时纯真可爱的模样 无论是周星驰指导的《喜剧之王》中的柳飘飘 还是《心愿》中的女护士 她都惊艳了太多人的视线 甚至一度成为香港影坛新一代玉女的代言人 但很快她就亲手将这个形象摔碎 并将一手好拍打烂 2000年 张博芝和陈小冬的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 据传陈小冬自从见到青春貌美的张博芝后 便经常献殷勤 导致张博芝芳心大动 也许张博芝是真的很喜欢陈小冬 为此还专门花几百万买了套房子 与陈小冬住在一起 但没过多久 东芝莲就已分手告终 陈小冬甚至节目中爆出 张博芝私生活不够检点 让大众有些始料未及 很快大家也发现 围绕在张博芝和各种男星纷纷纷纷纷的事情 她首先被传出介入了谢霆锋和王菲的恋情 然后又被拍到和陈冠希一起约会的照片 但这些恋情都不算什么 2008年燕赵门事件爆发 此时一出 张博芝在大家的心中人设敬悔 甚至在2018年12月 张博芝单方面宣布诞下第三子 但至于孩子的父亲是谁 至今都是个难界之谜 第六位 关芝林 说到香港影坛的美人 除了张博芝还有关芝林 90年代的港片 80%的观众都会对关芝林向往之 将她当作清纯女神 但女神的心仪对象绝非泛泛之辈 关芝林出身演艺世家 父亲是著名演员关山 或许是父母离异 导致关芝林没有安全感 她大部分男友都是富豪 关芝林遇到的第一个男人 是富商王国精 比她大18岁 这个财大气粗的男人 令关芝林心动不已 但他们的恋情 却遭到父亲关山的反对 不仅因为王国精 比关芝林大那么多 她还十分花心 可被恋爱冲荒了头脑的关芝林 听不尽父亲的劝告 很快就嫁给王国精 然而不到半年 这份婚姻就如同关山 所预料的那样 因王国精的出轨而宣告结束 1985年 关芝林又与富商 马伟青相识 很快浓情蜜意 可这时的马伟青 是已婚状态 她的妻子正是在 新白娘子传奇中 扮演小青的陈美琪 陈美琪曾在后来的采访中透露 当时关芝林还通过电话 对她进行辱骂 这导致她又气又恼 连腹中的胎儿也没能保住 这件事情的最后 结果是两败俱伤 马伟青与陈美琪离婚后 并未和关芝林在一起 而是另与他人举办了婚礼 但这并未让关芝林 停下追逐富商的脚步 1993年 刘鸾雄的出现 让两人一拍即合 而正当关芝林 以为自己终于找到真命天子时 却发现刘鸾雄 与其他人依然保持着暧昧关系 此后 关芝林又被传出 和南模黄家诺的绯闻 还有媒体目击他与马伟青旧情复燃 甚至在公开场合 无所顾忌的缠绵 2007年 关芝林又被媒体拍到 与富商陈泰明同进同出 直到2012年 关芝林才公开了 自己与陈泰明的恋情 并曝光两人的多张合影照 可是当媒体就此事 向他进一步求证时 却得到他已经离婚的消息 如今兜兜转转一大圈 关芝林依然保持着单身状态 住在价值1.5亿的豪宅里 享受着纸醉金迷的生活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盘点 大家还知道 哪些情史风流的女星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盘点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分享